强震过后花东地区灾情严重 花莲玉里镇倒塌的超商透天措 在今天凌晨4点左右完成了拆除清理作业 恢复当地交通 而目前玉里跟副里还有将近2000户居民 依然停水 次来水公司也正努力抢修 派出重型机具清理现场 花莲玉里镇倒塌的三层楼超商透天措 在918强震过后终于在20号清晨4点清理完毕 陆续铺上搏油恢复通车 这一阵也让民生用水开始出现问题 因为自来水管破裂 玉里跟副里有近2000户是停水状态 当地居民无可奈何 提着水桶取水回家用 厕所先挡着 洗澡怎么办 洗澡我回娘家洗 那个水来也没有用 那个水塔都全部都坏掉了 水塔整个都漏水 家中水塔坏了无法出水 就算水来了也没有用 自来水公司派出水车 希望能暂时解决用水问题 水公司以调动我们全台 很多的单位的减漏人力过来之眼 因为又有一些遗症 修理以后可能又有新的一些漏水点会出来 不过我们也是会尽全力 赶快来把这个漏水点把它修复 几乎动用全台人力要抢时间修复管线 只是余症不断增加修复难度 强症过后除了要恢复交通 现在还要面对民生问题 要让当地民众快快恢复日常生活 记者综合报导